第三季曬過去,比在土地的蟹子就一條一條走出來 大小的蟹子在大小的頭部就像圓巾一樣 因為這群生產的蟹子不夠用心健康 蟹子其實是頌頌最Q的一尾 粗冬的蟹子已經在採取的時間 尤其受到近年粗冬的影響 粗冬跟蟹子都沒有落大火 除了蟹子的修行增到一身左右 而且因為沒有水分的影響 蟹子蟹子吃起來是更加甜 我加上第三環境跟途中的關係 第三環境的品質是特別是社會者喜愛 蟹子如果要好吃不需要大條 都沒有幾次,第三環境雖然不比蟹子所針出來大條 不過在蟹子方面是完全不會輸人 尤其最重要的環境 只要放下去電鍋槌 無論是直接吃,我們導遊還是配牛奶 都是不錯的選擇 這是蒜頭導遊 這樣吃也不可以吃 要吃你把牠 如果要八倍也不行 不要八倍也不行 要把牠吃幾條 感覺吹一吹吹一吹 先來給牠配一倍 這樣就不會吹到 那你現在如果感覺這樣會沾沾 你把牠擦一吹,擦一包 擦一包,擦一包 就要配一下這樣,真好 另外農民也只要出 如果吹好的蟹子,如果吃不完 放在冰箱、冰箱、冰箱、冰箱 煮米也是非常好吃 不過想要買第三蟹子的民眾 就在百多時間來的便利 雙鋼上就是最好吃的第三蟹子 記者王豬肉長報道